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这老药都快断了 妈 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要开砸锅铺啊 你去市里开会没听说啊 现在商店东西涨价涨疯了 大家都去抢 我这是拼了老命才把东西抢回来的 你不能买这么些啊 这得用到什么时候啊 这不算多 你看看洪伟他妈 四宝他妈 买的可比我这多啊 我们村里买光了 又到乡里去买 乡里也买光了 后来又到县里去买 这不 他们正商量呢 说明天要去市里去买 再给我点钱 我明天还得去 您也多些会儿吧 把气给喘云了再说 听说啊 这国家以后不管物价了 商店爱怎么涨价就怎么涨价 这还了得啊 那以后出去买东西 他随便涨价 就不是打劫了吗 你听他们胡说八道呢 妈 咱总不能把这一辈子的东西 全都给买了吧 你需要什么买什么 对不对 你没去商店你不知道 这两天物价是一天一个样 三天搭边样 现在不买东宝 以后咱们买不起了 只要他卖的 我就买的 一个破方便面 你说你买这么些干什么呢 你没经验 买了咱备着 不后悔 书记 书记你回来了 接位说 你帮我 搬东西啊 我 站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